在神秘的大西南地区 有一条先秦以前就可以到达印度以及欧洲的秘密通道 这个通道不仅早于大秦帝国 甚至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商周时期 因为在已经出土的三星堆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海洋生物 那么这些不属于四川内陆的海贝 究竟是如何出现在这里的呢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探索一下 这条在先秦时期通往印度以及欧洲的蜀渊渡道 公元前122年张谦从西域归来 向汉武帝讲述了他在大厦 也就是今天阿富汗境内的奇特发现 那么他发现了什么呢 根据史记大渊传记载 据大厦史建蜀部穷竹杖 问所从来曰东南深渊国 意思就是说张谦在阿富汗看到了来自蜀地的丝绸 以及用穷竹做成的首杖 问他们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 当地人说是来自东南方向的深渊国 那么我们通过地图可以发现在阿富汗的东南方向 就是今天的印度一带 所以这样的发现让张谦惊讶不已 因为在历代帝王的官方记载中 从未有过通商西域的有关记录 而这些来自印度的四川产物又是如何到达这里的呢 于是汉武帝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便决心不惜一切代价 打通这条从西南前往大夏的战略官道 因为在当时的汉武帝看来除了可以扩大贸易之外 还可以避开匈奴控制的西北地区 与中亚的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夹击匈奴 只是后来虽然通过武力控制了西南地区的许多部落 也占据了今天的大理一带 但因为夹击匈奴的计划落空 所以最终也没有打通这条通向深渊的贸易之路 而且在当时的云南之南还有残存的哀劳国对抗 直到公元69年哀劳人才臣服东汉王朝 设置了管理西南边境的永昌郡 正式贯通了这条向往已久的蜀院独盗 那么这条从成都出发的路线都是经过了哪里呢 根据史学家考证 蜀渊独盗分为南西两条 其中南道又分为闽江道五尺道 闽江道是指成都沿闽江南下到达宜宾 是秦昭相王时期礼宾修筑的 而五尺道也是由秦人建造 是由宜宾通往大力的一条山间小路 因为这条山路只有五尺宽 故而已久称之为五尺道 具体是成都 宜宾 昭通 曲静 昆明 楚雄 大力 永昌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道 西道被称为牦牛道或者林关道 是西汉 司马向入 沿谷 牦牛 枪部 南下故道而修筑的 具体是成都 穷来 庐山 卢孤 西昌 延远 大窑 祥允 大力 而后便与南道会合通向永昌 这样一来的话 永昌便成为了鼠渊独岛的关键门户 之后向西经腾冲翻越高丽贡山 出境前往缅甸 印度 中亚 以及地中海沿岸 所以从公元前122年张谦得知这条路 到公元69年打通鼠渊独岛 在这近200年的时间里 不仅是为了西南商路的寻找 更多的是汉帝国扩充版图的动力 当然永昌郡的设立看似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 其实还因为伊洛瓦底江的流经而开辟了另一条从海上通往罗马帝国的远洋之路 根据魏略西荣传以及缅甸史中描述 早在先前时期就已经有民间商人通过伊洛瓦底江来往于印度洋与云贵川之间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相比河西走浪的丝绸之路 西南地区的鼠渊独岛要开始的更早一些 只是由于处在西南边界 所以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 并没有成为中原地区正统的贸易官道 而且因为道路远比西北更加的复杂 故而随着地理信息的发展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鼠渊独岛也就慢慢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好了我是阿星 今天我们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